两个月前买的马西林,一直都在冰箱里搁着,好大一块,上次买了两斤的,呵呵昨天收拾冰箱看见,家里也正好有苹果,就做个香酥苹果派来小钱吧,不用发面的就是省事,香酥苹果派的做法不重。 一,先是做馅料,苹果去皮器丁。 二,加入葡萄干。 三,加入葡萄干,放入锅中加白糖,一点点水,小火慢熬,至苹果变软,盛出后加入软化的黄油和一些肉桂粉,晾凉备用。 四,现在做派皮,马西林切小丁,加入与面粉搅拌,吃马西林裹上面粉,加入盐,白糖,脆搅拌成团,揉成团,将饼皮擀薄。 五,然后像叠被子试着来回叠几下,擀薄。 六,重复此法四到五次。 七,最后擀薄后放入派盘中,多余部分除去。 八,把做好的馅料倒入饼皮中,把多出的面团擀薄,切成一厘米宽的长条,把长条按厨式的方法排在馅料上,最后用叉子把边上压一压,多余的部分去除,在饼皮上刷上蛋液。 九,烤箱预热200度,放入派盘,200度烘好25分钟后,温度调低,再烘好20分钟。